但是妈妈还是觉得说要不要试一试 我说你千万不要试 你试了之后呢 到时候我都 我可能 就会倾家大厂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姐姐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又有好多天没见到我是很想我啊 没错是我很想大家了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妈妈来电话了 那是不是我妈妈要来了 没有哈没有没有 那主要是我妈妈给我发了两张照片 叹叹 就是这两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是什么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在我们贵州 就是在我老家 从小时候到现在 然后都是每逢过年之前 都要杀年猪 没错 那我们小时候呢是没有冰箱的 所以呢我们 假如说到了过年之前呢 就是要根据自家的人口数量来杀年猪 而这个猪呢基本上呢都是自己养的 以前我们家要养十几头猪 为什么要养这么多猪呢 因为我们地很多很多很多地 所以呢我们呃那个房子也比较大 然后呢猪卷都好好多个有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有六七个猪卷 那我今年回去只拍到了三个猪卷 三个猪卷的话呢 有一个大猪卷的话可以养四头 然后有分四头一个卷 两头一个卷 呃就是这样子的 最小的就是两头一个猪卷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妈妈她们也是很辛苦 就是种很多地 所以我们会种很多的菜 比如说种很多的红薯 也就是地瓜 还有那个土豆 就是马铃薯 种这些来呢 还有还有种萝卜 还有种青菜 这些都是要喂猪的 啊当然人也可以吃了 就是人吃不了那么多了 那大部分的话呢 都是会就是种来给猪吃的 所以小时候啊 我都会跟妈妈然后去割猪草 有时候自己种的菜不够那个猪吃 所以呢我们都会去割那个野菜 还有野草 然后给猪吃这样子 然后加上自己家种的玉米啊 还有就是稻谷里面 呃打磨出来的那个稻壳 然后就把它推成米坎 我们叫米坎 然后来喂猪这样子 说实在呢 我想想那时候我们家养的猪 还真的很好吃 就是真的把它就是杀了之后 然后你把那个猪肉然后切片 然后就这样汆烫煮水 然后放一点糖 或者是就这样吃碰一点盐 真的都没有什么腥味 但是呢我到了外面之后呢 就觉得哇外面的猪肉的腥味 好重好重 我就吃不下 然后就觉得那个味道太重了 那我们就把它分之为说是饲料猪 那饲料猪的话呢 就是不是吃这些什么粮食啊 青菜啊 呃吃野菜的 所以呢我基本上来到台湾 吃到什么黑猪肉啊 我就觉得跟我们家乡的猪是很一样的 好了 我说一下重点 主要是妈妈呢 这几天呢 呃再去物色猪 那那两张照片呢 那个猪不是我妈妈养的 那以前我们会养很多猪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 就没有再养猪了 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家乡有一个叫做 呃退林 呃退根还林 所以呢就把很多土地呢 就种成竹子了 嗯 说到竹子呢 还是经理我回去的时候 然后 接着粉丝问我说 杨妹 哎你们中国大陆不是已经退林还根了吗 为什么你们家还有这么多地还没有拿去种菜呀 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到后面再跟大家讲 这也是我妈妈很苦恼的事情 最近一直在埋怨的事情 还有就是很多大陆的朋友 我的同学他们也在跟我埋怨 也在咨询我一些其他的问题 说是不是要开始打仗啊 什么的 就是很恐慌 那现在呢 我妈妈主要是发了这两张照片呢 就是因为我们家乡每逢过年 之前都要杀莲猪 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我们家都要存一些腊肉 那以前我们家的话 有几个人呢 好像外婆 然后爸爸妈妈 然后弟弟 我五口人 还有加上姨妈那一些 还有亲戚什么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杀两头猪 每到过年我要杀两头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撞中家的时候 比如说 春天要播种那个稻谷 要擦烟 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呢 又要请人来收割稻子 然后呢 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呢 又要请人去挖地瓜搬回来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请人的时候呢 不可能说花钱去买很多很多肉回来 那我们家的肉类主要就是猪肉 不像台湾这么丰富了 也不像沿海地带那么的丰富 有鱼啊 海鲜啊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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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那以前的话呢 就是吃猪肉 再来就是鸡肉 鸭肉 鹅肉 这些基本上都是自家养的 那我们自己买的话 就成本太高了 买不起啊 以前家里面穷 你们知道吗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假如说家里面有请人来干活 然后帮我们做那些农活的话呢 就是家里面要煮猪肉 煮腊肉 那我们没有冰箱所以说腊肉都会秋 我们秋就是秋的意思就是烟熏的意思 我们会把那个腊肉烟熏得很干很干 那烟熏之前呢 都会用一个很大的一个缸 然后呢 里面就是买很多盐 然后把它撒进去把它腌制 腌制好多天以后呢 才要把它散看 然后去砍那个叫做薄 薄素还是香薄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有点像松树的样子 但又不是松树 那一个树的话呢 它就是烧起来会香香的 那秋出就是烟熏出来的这个腊肉的话会比较香一点 之后呢 秋好之后呢 我们那个罩上面有一块那个竹子 然后把它弄成一排一排的 然后掉在上面 下面烧罩的时候呢 上面就会秋腊肉 所以说秋到很干的时候呢 就准备把它收回去放在储藏室 那还要放在储藏室 为什么以前我们村里面有一些人家的那个腊肉会被偷 而我们做腊肉的时候呢 就烤腊肉之后 就每天早上提到那上面去看 就是先军 然后到了晚上呢 又要拿一个很大的螺框 然后把那个腊肉收下来 放在螺框里面 然后收到自己的卧室去 为什么因为就怕半夜的时候那个腊肉被人家偷去了 有一些人没有养那么多猪 然后呢 过年的时候呢 就没有年猪杀 所以呢 就会偷肉 那我们家乡的那个房子呢 大家有关注我的回去 有关注我的朋友 好像我回老家的时候 我们那个门的话呢 就是从里面这样一块 假如这是一个空 然后这是一个门 门锁 然后这样子插进去 然后锁起来的 但是有一些人的门呢 就没有这么牢固 然后呢 就会被小偷进去 而我们以前 我记得小时候 用我们厨房的那一道门 还有就是堂屋的那一道门 然后不管是哪一道门 我们都要这样子 就是把它锁起来 那个门的话 就是这样子了 把它锁起来 锁起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 还要用几根凳子 然后这样抵住那一道门 抵住它呢 然后上面还要封一个盆子啊 什么的 就是预逢说 小偷要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那个弄得乒乒乓乓的 那我们就会惊醒 我们会起来这样子 所以说我妈妈就问我说 台湾到底有没有做纳肉 我说台湾人是不吃纳肉的 我说人家台湾的这个 就是呃 就是吃的封面很多 而且台湾人会讲究养生嘛 我说其实不是台湾人 就是现在城市人的话 或者是沿海地道 他们是没有什么纳肉的 那主要是我们家乡会做纳肉 就是我们会做纳肉 就因为没有冰箱 还有就是一年四季 就是肉食类的话 主要就是靠纳肉 平时假如说有一点钱的话呢 才会去呃 其次上去呃 买一点新鲜肉回来 但是很少吃到新鲜肉 呃 对于我的记忆来讲的话呢 小时候能吃到新鲜肉 都是一种 嗯 很奢侈的事情 那如果是能吃到纳肉 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有时候妈妈切的纳肉炒一点 我就会去偷吃这样子 就是说炒了一点 还没到饭点时间 我就把它当零食吃 很咸很咸 但是那个纳肉就是烤得很干 我就会撕成一丝一丝的 然后吃起来好好吃哦 就就是那种味道 但是呢 后面的时候出来之后呢 也会很想念家乡的纳肉 那我妈妈她问我说 台湾有没有杀年猪 我说台湾没有杀年猪 而且呢 过年也不是吃纳肉 也不是吃我们家乡那种 腌制的那个烟熏的那种香肠 他们觉得这是致癌物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没有常吃这种 但是也有台湾人会吃 就是说跟有一些湖南的朋友啊 或者是跟一些四川的老乡去买 那能吃基本上都是因为 可能就是家里面 就是她的太太就是像我这一种 然后是从四川啊 或者是贵州啊 嫁过来湖南嫁过来 然后有一种想念家乡的味道 会有这样子 那我妈妈就想说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要不要跟我关一些香肠腊肉啊 然后寄过来 对 那我说不行啦 那寄过来的话要发款的 我说如果是能带的话 我那个今年回去的时候就会带了 但是妈妈还是觉得说 要不要试一试 我说你千万不要试 你试了之后呢 到时候我都 我可能就会倾家大厂赔不了 我说你买猪的钱可能都赔不了 因为我们买一头猪 妈妈说是 就是买这样枕头买回来的话 是12块钱人民币 一斤 就是500克 是12块钱一斤这样子 然后买回来自己请那个厨子来杀这样子 然后妈妈就想说 她看了 就是我堂姐他们家养了一头猪 有400多斤 她想说400多斤买的话 再请一些什么亲戚吃啊 然后自己做一点这样子 我想想就是觉得小时候 然后觉得有腊肉吃就是很很厉害的事情了 就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小时候我们假如说过了 呃6月就是收到个六七月 不对应该说是9月吧 9月份开始可能就没有什么腊肉了 而9月之后的腊肉也不好吃了 那个味道变得有点哈口 我们说的哈口的意思呢 就是吃起来有点怪怪的 那最好吃的腊肉最好吃最好吃的时间 就是在过年之后 3月份那个时间是最好吃的 那我们一般会在腊月 就是冬 立冬之后呢 就要开始准备杀年猪了 那现在妈妈没有养嘛 所以说村子里面有一些人在养的话呢 她就可以去跟人家买 但是现在呢 想要买到这一种土猪的话 也是比较不容易的 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话 就真的不会养猪 然后也不会种植 所以说现在剩下就是那些留守老人 然后觉得无聊 然后还会去养猪这样子 比如像我大姨妈这样子 她觉得无聊 反正自己的地也没空着 然后呢就想要去养几头猪 然后多的就拿去卖掉就是钱 那基本上卖一头猪的话也有五千到七千块钱吧 对 就是看自己的啦 他们有些厨子怎么收了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听我妈妈说 我谭姐她有一年卖猪 那一年的猪的单价还蛮高的 反正一头的话是可以买七千块 那那一年我谭姐妈妈 我谭姐养了十一头猪 还是十几头猪 还蛮多的 对 那我妈妈她们现在也没养猪啊 但是我妈妈养了很多的鸭子啊 还有鸡啊 还有饿 然后就是 我们今年回去的时候 然后吃那个十湖老鸭汤 十湖鸡汤 所以妈妈吃上瘾了 她就自己种了一些十湖 还有鸡啊 然后也问我们要不要回去 我就想说 如果妈妈你要是给我出机票的话好啊 但是我是这样想不敢开口 所以呢 不可能啊 那我妈妈也想说 怎么这么奇怪 为什么鸭肉就不能寄台湾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规定是谁规定的 我也不知道 没去研究过 要是能寄的话 我就真的是 或者是有朋友过来帮我带一块 但是你们不用担心 我已经拿到鸭肉了 我朋友给我的 然后呢 也是在台湾有人做了 然后送给我的 等过年的时候呢 我也会煮一点鸭肉 我也还舍不得驰锋在冰箱呢 等过年的时候开始吃 那至于台湾的节日不杀年猪 好像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原住民说 是有那个什么 风年纪还是什么啦 其实我也是很想要去参加 我知道我有粉丝 可能是原住民的 但是像风年纪 这一种活动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朋友 有在参与啊 如果有这样的活动的话 也可以邀请我了 我也想去参与看看 然后是不是 跟我们那个 杀年猪是差不多的呢 好了 我是贵州姚妹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姚妹的频道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哦 我们重置5万订阅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